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两周的甜点是不是让各位意犹未尽呢 是不是有种好吃的甜点 怎么可以只有这些的感觉呢 大家来自第二个位的呐喊 我们都听见了 大家的少女心我们也都感受到咯 本周持续推出夏日企划之甜点缤分乐 第二弹 就是要让所有的甜点控 跟蚂蚁人们少女心喷不停啦 说着说着 我也已经等不及要来好好躲移一番了 试不宜迟 咱们赶快出发吧 网购最爱乳酪蛋糕 一口咬下让你轻飘飘 赶快给它定起来 什么乳酪蛋糕啦 我怎么啃 我在录影疯了 你真的很不懂事耶 我要挂了 掰 真的… 我的什么的 真的我不知道去 很美啊 至少在台中录影硬要我帮他 买一个饭手里 说什么台中很有名的乳酪蛋糕 我的录影哪有时间 不... 你妹几年次啊 八十啊 八十年次 还没有三十岁 年轻的... 他有没有说在什么录 他说在北屯区的什么不止录喔 不止录 我没听过喔 咧 有没有这么巧啊 不止录啊 什么... 什么蛋糕 乳酪蛋糕 乳酪蛋糕 糟糕 糟糕 乳酪 这么巧 不要再假了 这里啦 还好没人找你们演戏啦 不然老板会赔钱喔 这家开业十四年的 乳酪蛋糕专卖店 网路评价高达4.9分 是大坑必买伴手里 虽然店面空间不大 但简约的禅风 让人一进门就感到放松 加上店门前的小庭院 在这吃蛋糕 真的很惬意 很悠闲喔 Oh my God 我妹很会找 这家生意很好 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跟时尚的年轻人 但是你以为乳酪蛋糕 只有一种吗 它是为乳酪蛋糕为主 对 可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乳酪成分 可是就是乳酪这样 就是它不像一般的蛋糕店 巧克力蛋糕 慕斯蛋糕 不顿派这样 应该说它分得更细 它把乳酪蛋糕这块 就分得很细 它专属于乳酪 没错 来 吃 新乳酪 没问题 它口感很棒 它的乳酪真的好轻好轻 每一口咬下去都是 以一个非常轻柔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吃起来也就是 淡淡的乳酪香 然后上面那层皮就很像 它比蜂蜜蛋糕 有皮再厚一点点 整体 非常优雅 我只能这样讲 很优雅的 有这样子我还能吃吗 吃 好 很绵又很细致 乳酪香重 但是味道是轻轻的 淡淡的 轻轻淡淡的 很顺口 很脆 然后一米一汗 它就融化掉了 它就是这么的舒服顺口 对 好吃 它好顺 然后它没有过多的甜味 甜味 没有 它就是乳酪的香味 我觉得要享受它那个绵密的口感 绵延不绝 有没有 对 青乳酪蛋糕吃起来比海绵蛋糕 还要轻盈柔软 淡淡的乳酪香味超清爽 不过甜也不黏牙 每咬一口都像陷入 轻飘飘的乳酪蛋糕里 难怪网友们都说 喜欢吃乳酪蛋糕的朋友们 一定要试试这一家 但是吃完了 除了所有的青乳酪之外 其实就是要吃他们的招牌 原味 原味 原味就是重乳酪 当然你有可能不知不觉 就吃掉了很多颗 可是它不管它的 青乳酪跟重乳酪 它们都是非常热量极低的 来 先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 其实大概以它这样爆炸 我觉得很像杯子蛋糕 有没有 很像 好像杯子蛋糕 那种超轻巧的杯子蛋糕 外观它那个绵密 摸起来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它比较厚 厚虚的 青乳酪它整个算是蛋糕的本体 然后里面就是有添加一些乳酪 可是它感觉是整个都是 整个都很觅食的 很觅食 乳酪的两颜色 来 也是透过嘴巴的温度 让它慢慢去融化 然后让整个嘴巴都充满了 那个乳酪的香气 它的乳酪味道就是 好浓郁 然后上面那层皮的口感 跟下面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样不一样 你看它是两个不同的 因为它烤过了嘛 对 它上面烤过之后那个 好吸引人喔 它的层次是上面到下面 是越来越扎实 那个乳酪是越来越密实的 太好吃了 上面那一层蛋糕烤过的部分 那个是比较有口感的 可是一样 它一下去的时候 你的唇齿之间抿下去 它就把所有的乳酪的香气 带走了 它的乳酪是 double double再 double 对 你在吃的时候 你去改装那个咸味 它的咸味很棒 就是它的那个乳酪的那个 好适合配红酒跟配茶 你爱酒就配红酒 你爱茶你就配茶 这个都好 只用乳酪 砂糖 鸡蛋 牛奶 就创造出这么浓郁醇厚的香气 绵密细致的蛋糕 在嘴里轻轻的化开 能品尝这难以忘记的滋味 实在太幸福了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 可以趁我们播出 现在播出的时候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来米乳酪 限量的 对 来 柠檬乳酪 没错 而且它只从清明卖到中秋 来 我最爱柠檬了 来 然后还是 季节限定 还是冷冻的 对 还是冷冻的 还是硬的 你看 很硬 柠檬的部分就没有烤上面 没有烤过上面 对 它就是直接整个 它有点像柠檬塔的那种 里面的那个 你为什么 难怪 你最近一直说我们越来越有默契 真的假的 他这样讲 他说你跟小姐姐 越来越有默契 可以先不要吗 好 气质 它整个是非常淡雅的柠檬香 很像就是非常的淡 非常的温柔 就是有点微微的 微微的这样 可是也不到没有 也不到没有 然后它又不会很甜 然后它的口感又在比 应该说很 很丝滑 我最近很爱用这个汁 很爱用丝滑 对 就是你抿下去之后 你是没有阻碍 你可以直接用嘴唇一路抿到底 因为刚刚重乳酪上面 还有那层烤皮 可能会稍微有口感 上面会有点比较扎实 它上面就是很像 那个柠檬塔里面的 那个奶油一样 所以你整个吃起来 很像有点快要 那种巧克力那种感觉 我觉得用酸这件事情 是很聪明的 因为乳酪 它这个乳酪 跟刚刚的重乳酪 又是不一样的乳酪 但是我们不知道 它用什么乳酪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把柠檬莱姆加进去 很聪明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什么 你一旦经过柠檬 跟莱姆的酸味之后 你的乳酪的香气会更重 会更凸显乳酪 有多么的咸香好吃 这个我要掏钱自己买 我愿意挨肚 只用柠檬皮 柠檬汁 鸡蛋 牛奶 乳酪吃作 冷冻后退冰的蛋糕 滑顺到像在吃冰淇淋 酸酸甜甜滋味 和乳酪完美结合 夏天吃这个真的很舒服 沙手机评价甜点 爆漿泡芙让你眷恋 内用还有免费咖啡喝到饱 我跟你講 来到新竹当然要吃一些 像泡芙啦 戚风蛋糕啦 对... 新竹的戚风蛋糕很有名 不过在你青春的时候 应该还没有戚戚风蛋糕 我又不是民国初年生的 戚风蛋糕是不是 對啊 我跟你講 這邊免费咖啡喝到饱 你前上一集有红茶喝到饱 對不對 那一集咖啡喝到饱 这么好 Mansy 真的假的 可不可以 可以 就那么凶 没有 我没有凶 你不要 你不要那么凶 你不要那么凶 走 这家在新竹县新丰的咖啡店 有着在地人不想大声说的秘密 就是内用不限时 还有免费咖啡喝到饱 而且店里的甜点 每样都是铜板架 这样高CP值又好吃的店 现在真的很难找了 你就是想聊一聊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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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千圈的回应 虽然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没有 对啊 还没有 民国 16年住在民国 所以我今年83岁 我跟你说 我心算鸡蛋还要算吗 109减26 83啊 真的 你算好快喔 本来就是 我除了算钱之外 我是很 胜利我都很强 胜利我会 你这就是 不是 不要浪费 他嘎嘞嘞嘞 你不要吃他忘台了 你怎么知道我小明叫忘台啊 当然的行为是忘台的行为 他的皮 超薄 他的外面那层皮 很像我们吃的那种千层派的皮 千层派皮 可是他当然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层的口感 取而代之是上面这种颗粒状 感觉就像菠萝面包上面的 对... 你刚刚有吃 那个颗粒都掉进去 你刚刚有吃的一点 对 就是菠萝的酥 菠萝酥 那种酥皮的感觉 很好吃 空气感十足 里面是什么 卡士达 里面卡士达 对... 卡士达 它很非常的细致 我觉得香味很够 然后不是那么甜 所以吃起来也不会腻口 然后里面冰冰凉凉的 这样吃起来 很棒 它有点一口有没有 它一口又 它真的有点 它那个外皮真的有点那种 刷式的那种菜皮的感觉 菜皮 我觉得这样 它其实就是小菠萝 小菠萝 小菠萝 然后你看 可是它里面是 又有酥的口感在 对 外面的外衣是有一点点甜的 不会抢了里面的味道 对 它一开始只有 只有卡士达的口味 后来它研发了一个新的口味 那上海 其实镜头看得到 明显的是巧克力啊 它这里面是巧克力的法治达 它巧克力巧克力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它还留有苦味 那个巧克力香味是很强的 真的 而且尤其它那个苦味 又表现得很好 比我们吃的那个巧克力酱还要更 水一点 再水一点 再水一点 可是还是很浓厚的味道 还是浓郁的味道 我觉得可能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 因为它巧克力真的不甜 天之原味 再吃巧克力 对啊 虽然说这款人气爆棚的甜点 取名NG泡芙 但口味可是一点都不NG呢 为了让客人吃到外皮酥脆 内馅爆浆的泡芙 都是限点限级的内馅 不少人一口气买10个回家客呢 戚风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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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外层的蛋糕其实已经够绵密了 它里面在和有一些奶油的内馅 有一点淡淡的甘菊味 有吗 那你吃得出来算 我还没吃我用闻的啦 用闻的就闻得出来了 你闻 我闻不闻 你真的是旺财 没有 可是真的很好吃 因为它那个整个蛋糕体啊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层次是这样子 是可以刻画出来的 你看 它外上面是那种有撒那个糖霜 对 然后中间那个面 海绵蛋糕体的气孔 海绵蛋糕体的气孔 来 吃吃看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海绵蛋糕 因为这是海绵蛋糕 下面是海绵蛋糕啊 对啊 海绵蛋糕体有不对吗 没有错啊 对啊 不要在字面上琢磨好吗 字面怎么了 好不好 没事 怎么样 你那个海绵蛋糕怎么样 有啊 有有淡淡的橘子的味道 有吗 然后上面 你一定也是直接来拍成品 要跟你讲的吧 你真的以为我是笨蛋是不是 你吃得出来有柑橘香 有啦 一咪咪 真的有一咪咪啦 会有一咪咪啦 一咪咪 因为有那个加了那个内馅 所以跟它的海绵蛋糕体 就是面包体是很搭的 很软 很水感很软綿 但上面的那一层 最爱啦 因为是有点像面包边边的感觉 它的口感比较在 而且它又多了一层 颜色比较深 所以有烤过的那个味道 香味比较香 很棒 很棒 我很喜欢 但是海绵蛋糕到底 我高中的时候你们吃过啊 好笑啊 人年纪到了会失忆是正常的 但好吃的东西可不能忘哦 店里还有一款杀手提的平价甜点 芋泥米布丁 自然香甜的芋泥 搭配底层的鸡蛋布丁 芋泥控必吃必吃 軟綿綿珍珠舒服咧 吃完心情有够美 才不会忘了爆浆炙烧泡芙呢 那我告诉你 既然在我们吃个甜点 甜蜜回忆吃个甜点 在容井第一个点你就吃甜点 根本就是自肥 为什么 就是想吃甜点啊 我喜欢甜点 我也想要有甜蜜的回忆 好推荐 你觉得珍珠舒服咧怎么样 可以哦 听起来就很舒服 而且台中又是珍珠奶茶的发源地 珍珠加舒服咧 完美对不对 舒服 这家人气甜点店就在东海商圈里 一靠近就可以闻到浓浓的起司香 味道真的超舒服 想必吃起来一定也很舒服 我已经准备好第二个味了 请上菜 珍珠舒服咧 而且你不觉得珍珠可以搭在 各式各样的就是食材上面 而且珍珠带给我们太多的 酸甜滋味的回忆 我要从这边 好 上面是焦糖 是烤过的焦糖耶 是焦糖碎片 这么大口耶 你闲食都没有这样的表现耶 好舒服 我喜欢 它的外层因为有焦糖的关系 所以它在舒芙蕾应该是双层 因为舒芙蕾通常都会放双层 你看 你知道舒芙蕾 你就是要吃它的蓬松感 蓬松度 因为它外面有裹一层焦糖 所以焦糖你咬下去 你就一定是脆脆的 因为它是烤焦糖 我知道 用火 它直接用喷枪在那边喷 对 然后你脆脆的咬下去之后 里面整个这样子松软 你一开始牙齿会稍微用力一点 一下去就 咔嚓 然后就碰到 进去这么黏 就超黏的 很好吃耶 很好吃啊 就厚松饼啊 舒芙蕾 它比较就像重口味的甜点 上面那个焦糖很 因为是直接用烹箱烤的 对 它的焦香味就是很直接的 然后再来那个卡士达 它综合了那个焦糖的甜 跟比较没那么甜的 酥芙蕾本体 那个叫厚松饼本身真的很棒 因为那个 珍珠 我觉得 跨龙点睛的 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爱吃的甜点 你有必要这样吗 你很夸张 你跟我连出两天 你没有一家电视这样要完食耶 不是 因为甜点你知道 甜点 我不是第一集都跟你讲 你跟我合了是不是 甜点是另一个胃 所以你前面 你咸食吃的再饱 女生都有另外一个胃装甜点 你太夸张 你刚那么大一个 我才吃一口耶 你知不知道 它烤一个要15分钟 你这样一吃 我们会延迟15分钟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要补画面 我现在用什么 对 我要吃了 女人如果有第二个胃 可以容纳甜点 吃了四家店 还整整完食 小姐姐真的厉害 不过 蘇芙蕾的酥卵 就像云陀一样绵密 还带点香气 尝过蘇芙蕾绝对会沉迷 再连像店家自制的奶酱 炙烧过的焦糖脆片 连我这种 Main Ho中的Main Ho 也无妨抵挡它的美味啊 起司塔 对 起司塔 一般这样子会觉得是 蛋塔对不对 是起司蛋塔吗 不是吗 它是起司塔 它外观看起来 其实就像是蛋塔一样 对 它上面也是跟蛋塔一样 那个黄黄的 对 但是要用起司代替对不对 对 应该是 我来吃 你喜欢了 你又喜欢了 我刚刚不是说它跟蛋塔很像吗 它是 三个地区的起司下去融合 做成的内馅 然后它的内馅 就是跟蛋奶油的内馅一样 只是它比蛋奶油的内馅 又再更绵密 它很像 奶油 可是又没有奶油就是那么的 更浓稠一点点 更浓稠 然后那个 它互相拉扯那个紧密度 更高 密度更高 你试试看 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它的塔皮也很好吃 对 因为我跟你讲 我觉得我是一般男生 咸咸甜甜很好吃 因为这个比较 不能算是甜食 它比较像下午茶 塔皮哥的口感很好 一咬之后就是睡觉 美发奥的那个 它做的是很软棉 随之而来就是那个 咸咸甜甜的味道 甜味比较少 咸味比较重 但是它咸味不是让人家觉得 不能接受 它就是起司的咸 对 而且我觉得我大概可以 因为它比较咸 它没有甜 我觉得它的甜味比较少 所以它比较像咸食 它只有塔皮的部分是非常 比较像甜食的感觉 对 所以就可以一口接一口 大概三口就解决一个 吃五个差不多 因为你看它的口味 有这么多种 刚好就是五个口味 刚好就是五个口味是不是 棒 对 除了招牌熔岩起司塔之外 超浅吃的 还有这款新推出的 爆浆炙烧泡芙 手工制作烘烤 切开泡芙 甜浸满满内馅 上面在淋糖炙烧 酥脆外皮搭滑顺的卡士达线 真的超级好吃 如果你真的第二个胃够大 记得要点这三样 补充糖分让你心情大好一整天 我跟你讲这家甜点身为 身为桃园综艺人的我 比心 因为这家甜点店 它有一系列的草莓相关的那种 你知道蛋糕啊 甜心 草莓寄到了是不是 草莓寄到了 如果没有你 是不是 吃什么都好 为什么要唱歌 而且跟这个草莓有点关系 没啊 没有你啊 没啊 没到夏天 我要去海淀 算了 你还是唱原本的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嘿嘿嘿 日子怎么过 这首歌会不会太老了点 也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兴趣听啦 不过又到了酸酸甜甜的草莓季 这家每次推出草莓系列产品 都会引发抢购风潮 甚至还要预定才买得到 赶快跟着火雀威小姐姐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草莓产品 那么嚣张啊 这个草莓季的系列商品 我们亦姐严选了三样 三样 然后我刚刚说 怎么能拍少一点 她说不行 这三样必吃 我原本全部都要 你全部都要有六样 波士顿派仙好不好 好 这是六寸耶 一圈啊 满满的都是草莓 而且它用料不熟软 完全不熟软 不熟软 你先吃 好 我先吃 好懂啊 你懂它的波士顿派 我入口什么都懂了 先讲草莓 太新鲜了 草莓的酸甜在里面 完全表现得无懈可及 酸酸的滋味 然后甜甜的 然后咬下去之后 还有那个草莓籽的感受 搭配它那个松棉的那个 波士顿派 上面糖霜呢 撒很多 它上面不是糖霜 它上面是奶粉 是奶粉啊 这是他们家特色 但也没有很重的奶味 没有... 淡淡的 更棒的是它那个 裡面那个松棉的蛋糕 蛋糕给你嘴巴的反馈 搭配草莓的酸甜 太棒了 而且它的波士顿派的蛋糕体 它的蛋糕体非常的松棉 所以其实你刚刚一口吃进去 你完全不被摧毁之力 它的那个什么甜度又 比一般的蛋糕又更低 更低 你看这里面每一颗 都是一整颗草莓 而且它的草莓就是水分啊 很足够 然后那个草莓那个新鲜的那种 香气 香气 就在我们切的时候 它的香气就已经先冒出来 给你第一层的那个冲击 它不是整颗都是非常甜的草莓 它带有很轻微的酸度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整个蛋波士顿的层次 又再更往上一层 更往上 但我真的要讲 它上面用奶粉真的是一绝耶 你不讲我还可能就把它带过 就是比较淡甜的奶粉 可是它的奶油是不是也不甜 不甜 它的奶油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就是你吃进去之后 你在切的时候 很清爽 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水 可是你吃进去之后 它真的就是整个化开来感觉 一颗一颗放进去 一颗一颗放喔 这样至少应该有个20颗喔 不止啦... 一层可能就有15到20颗了 兩层最少35颗 真的是惊喜 这开了外挂 一整个就有30幾颗 草莓的波士顿派 除了店家挑选草莓的功夫了得 入口即化的蛋糕 還有清爽不逆口的鲜奶油 再撒上令人惊艳的奶粉 你没听错 是奶粉 我以我爷爷的名义發誓 這派有毒吃了会上瘾啊 這個是不是妳才能吃啊 為什麼 女神卷啊 沒有 這叫草莓女神卷 對 草莓女神卷 所以我不能吃 你可以送人啊 不錯喔 送老婆 你在想說誰 我剛剛真的還沒有想到我老婆耶 你什麼 我想說你送誰 大嫂 你看她 她在那裡這樣無視 為大家展示 女神卷 女神卷 五顆草莓 吃 跟剛剛那個完全用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感覺 它的這個奶油偏水一點點 然後它整個這個的保水度比較高 可是它這個是更鬆綿的 它裡面的草莓搭配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是偏甜一點點 對 我剛剛有覺得這個蛋糕皮 泡出來甜一點 我覺得好像是蛋糕體 蛋糕體 對 蛋糕體本身的它的調味的關係 你整顆是可以吃到整顆新鮮的草莓 一捲一草莓 一捲一草莓 然後酸度很棒 它完全就把那一個 你咬了之後 那個草莓的酸度會整個 繞在這整個捲上面 而且你知道新鮮的 新鮮的草莓是有一定的那種 爽爽脆度 不是那種很脆的 就是它會有那個口感的那種你知道 對 這種咬撕裂的口感你知道嗎 這不是軟的 對 小朋友吃也很適合 一捲一捲一捲 對 我們比較客氣啦 它大概就是一捲一草莓 對 這種吃法最棒 因為我們今天在這裡拍 我們沒有桌子 所以我們吃了之後 比較客氣一點點 對 因為它這邊本來就是提供 買了就裝了 對 他們只有買了 而且這兩個東西也不是 這三個東西也不是 你隨便來店你就買到的 我跟你講它你要是補預訂 他們家你現場買是買不到的 那你一定要預訂三個嗎 我預訂了六個 我等一下會帶走 Oh my God 謝謝小姐姐 這六個應該有一個是我的吧 真的是謝謝謝謝 這外型可愛的草莓女神卷 光外型就已經相當吸睛 綿密的海綿蛋糕卷 裡面包裹著爽口鮮奶油 以及飽滿的新鮮草莓 真的是讓你吃在嘴裡 甜在你心裡啊 來 最後一個這個 這個應該看到會瘋掉 草莓乳酪塔 你怎麼那麼會訂這些有的沒的啊 當然啊 它的視覺衝擊是最強的 對 吃 我覺得就要吃這個 三個我都愛 但是硬要票權 這個是我心中第一名 真的喔 真的 你喜歡硬的 對 皮 塔皮那種 因為它直接就上了那個草莓醬 在上面 然後又有草莓 然後下面有乳酪 那個鹹甜鹹甜之間 最後再來個塔皮 我自己個人覺得 草莓跟塔皮真的是 非常完美的搭配 因為你就算不吃草莓 整顆草莓的話 它上面這邊有草莓醬 然後它的乳酪是不是重乳酪 不是重乳酪 它是淡淡的輕乳酪 就是口味方面 然後可是非常的有那個黏性 然後乳酪的香味非常的足夠 因為塔皮是 塔皮是偏硬的嘛 偏硬的 然後在它草莓的水分上去的話 對 所以你會覺得這兩個很搭 很搭 我覺得那個居中 就是居中在那個草莓醬 去居中他們兩人那種 酸甜跟鹹香之間這種搭配 太厲害了 我是三個都滿愛 因為男生嘛 甜食畢竟沒有那麼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男生可以接手的 阿鳥尾 看到這麼多誘人的草莓 像我們這種MAN貨 也要忍不住給它少女起來了啦 滿版的草莓排放在厚實鹹香 又有嚼勁的乳酪派上面 最後還給它刷上淡淡的草莓醬 所有草莓控都要瘋狂瘋狂了啦 名人最愛乳酪塔 香氣濃郁環繞你嘴巴 還有店裡熱賣第一名的烤布丁喔 現在這個時間 該來點甜點了吧 你不是吧 整個地方吃甜點 現在吃甜點很不錯耶 我跟你講 飯後來你甜點 正點 我們要不要來點乳酪塔 還有布丁那很真 不要吧 這種東西很麻煩耶 我真的要吃乳酪塔 我天生生下來 就是為了布丁跟乳酪塔而出生的 雨萱 妳想要吃跟哥哥說 哥哥負責 哥哥負責 幹嘛 成句變臉喔 說變就變 不是嘛 來者是客 來…帶路… 布丁乳酪塔 沒有檸檬塔喔 謝謝 猴去衛 你變臉也變太快了吧 小心我跟大嫂說喔 就看你今天的表現啦 這間據說 連小S跟邰哥都烏烏到一起吃了 會轉圈圈的烤布丁 還有店內招牌 義大利乳酪塔 究竟有沒有那麼厲害 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就說了飯後要吃甜點 要吃布丁的 太棒了 以後美景你倒伴你 不是嗎 沒有啦 不是喔 他一直挑我在那邊吃甜點 本來就是聲鼓師就要吃甜點 但飯後本來就是需要一點甜點 當然… 當然對啊 妳要吃什麼OK的… 為什麼妳喜歡吃乳酪啊 因為其實就是下午茶 我最喜歡一杯咖啡 因為她很喜歡喝美式 我也是 真的…好棒 所以乳酪很色美耶 妳到底為什麼要一直阻擋我 跟她握手而已 我不是要對她怎麼樣 所以妳喜歡配咖啡喔 喜歡 可是這乳酪塔其實比較偏 算鹹的甜食耶 它比較不是那麼甜的甜食 對不對 會嗎 它基本上是屬於鹹甜 鹹甜 鹹甜的鹹甜 真的 對 對啊 來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超喔 你看 塔皮 中間夾乳酪 好 那來分食吧 好吃 它的塔皮就是那種千層酥的口感 酥酥的一層一層的進去 就像妳講的 一層一層 然後上面那個乳酪的香味好香喔 所以我說真的 男生愛吃甜點的人真的不多 但是因為這個節目呢 有一個人非常愛吃甜點 我就被它有點培養到了 我也大概有點喜歡 有點理解 甜點的迷人之處是什麼 而且它的乳酪啊 非常的香 然後你把它盤在嘴裡 還要慢慢散開 它乳酪跟塔皮是完全兩個不一樣 口感和東西 真的 所以你一咬下去之後 它兩個很極端的東西 然後你把它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 那種感覺 然後它乳酪 好辛苦 看口氣會在那邊發花吃 發成這樣就知道 這皮很純喔 我是說這乳酪塔 讓人很銷魂啦 這手工製作酥酥脆脆的餅皮 加上香氣濃郁的重乳酪 入口後即被純齒的溫度化開 如果冰過再吃 更能凸顯它那濃郁又清爽的口感 真不愧是店裡的招招牌啊 這家烤布丁沒什麼 熱賣商品第一名 這個看起來就很厲害 來來來 我最喜歡這種布丁的 我要說我要說 來 妳有什麼話要說 來 吃這個時候 你要先鑽一個洞 讓它到最底層 然後讓它的焦糖 就是流到 最上面嗎 對 完全忽略這件事情 不然你這樣吃的話 你吃到下面會太便 難怪 所以你要讓那個吃 流到上面 然後這樣中和它 就會很好吃 它那個雞蛋香氣 我覺得是滿棒的 而且我喜歡它的那個 口感是綿的 它不會讓你整個是化開 可是它又可以吃得到口感 但我要講 它的焦糖沒有到很甜 我很喜歡它 我也是 因為有些焦糖那種 焦香糖氣太重 你知道嗎 你吃起來你會整個被 你上面那一些布丁 都被蓋掉了 對 可是它弄得剛剛好 真的剛剛好 而且它的焦糖 是屬於水狀的 是汁狀的 所以其實 就像宜萱說的 你弄一個小洞之後 它整個就是 下面那個焦糖汁 會整個就是跑在上面來 整個非常好的均勻在 整個布丁上面 看相片很濕潤 對 我不要吃一口看 我有啊 這樣到很好吃 對啊 就會很好吃 真的好好吃 真的啊 而且它的焦糖 真的是我吃過 最不甜的焦香氣 真的是我吃過最不甜 可是有那個香氣 焦香氣有的 焦糖香氣有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做剛剛好 它這樣一小格 我覺得吃起來其實在感受上 也不會太有負擔 對 你就會覺得 就是女生嘛 你大家 我們譬如說三姊妹 一人分那個三 三分之一 然後再吃一個這個 你也不會覺得說 吃太多了太胖了 剛剛好很棒 看我們胡鬚姐姐 跟旁邊兩位 以姊妹相稱 就知道她少女心 又噴噴發了啦 Oh my God 當然一間店厲害的東西 絕對不會只有這一兩樣 這個網友狂推猛健的泡芙 充滿空氣感蓬鬆的外衣 和內餡是由鮮奶油漬Cream 使用神秘的比例調配而成 香香甜甜又不膩口 大家絕對要來給它吃吃看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剛剛擦指甲油沒辦法拉 你自己 你怎麼自己打頭回來了 在這麼緊湊 鏡頭很重要 在這麼慌張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自肥 我真的沒有話跟你說 董事長不是我的問題啊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董事長他油沒加滿 然後導致我們原本要拍台中 然後現在先說 舒服雷是不是 舒服雷 不是 舒服雷 吃什麼東西 什麼雷我們都吃 OK 吃什麼雷 直接用手機 好 不要動 好了啦 你們不要再互相打對方的小報告了 你們不是一個團隊嗎 為了介紹好吃的甜食 你們兩個還是以和為貴吧 這家舒服雷鬆餅專賣店 走的是溫馨鄉村風 牌牆 木質桌椅 溫暖的燈光搭配綠色植栽點綴 給人清新舒服的感覺 伯爵茶酥雷 好酷喔 很酷吧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吃它 當然 好鬆綿喔 伯爵茶好香喔 那個伯爵香 好香的 我先來吃一塊 怎麼那麼喜歡吃舒服 我在喝手搖飲耶 伯爵奶茶的感覺 對… 它完全就是 很鬆綿喔 我跟你講 好綿喔 你要是 我們現在看到是固體的 可能當你放到嘴巴這種 因為它的舒服雷是 現頂現做 現頂 它是從麵粉 然後打蛋開始喔 破麵粉 然後再開始做 打到綿密打泡 你放到嘴巴你在咀嚼的時候 一進去的味道 就是伯爵的茶香 直接撲鼻而來 然後慢慢開始 那個奶香出來了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味道 就是很多層喔 可是它下面的部分 我覺得比我過去吃的素肥 多一點點口感 我說下面就是被煎過的部分 比較厚一點點 吃起來很有口感 然後再來是 它那個伯爵茶 基本上是沒有甜味的 它是淋上那個焦糖 它有淋上那個微微的焦糖 但它焦糖不是死甜的 然後再來 你有沒有吃到一點點的鹹味 真的喔 一點點 你很奇怪 你做了一點點對比之後 很微 對 就是撒一點點 你那個甜味會更清香更棒 然後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 它撒焦糖 它伯爵茶本身沒有甜味的關係 所以它的茶香特別的濃 因為如果你和著甜的話 跟茶和在一起 我覺得茶香反而會變蔥蛋 所以我覺得它是 最後再淋上焦糖那種 它的茶香是會保留 然後比較濃郁感 有些人喜歡吃素肥雷 你想要再加一點點酸的話 你可以再放它蘋果裡面 換口感的東西 很棒 我覺得真的很棒 海鹽焦糖好香好濃郁 回憶起小時候 偷吃牛奶糖的味道 含在嘴巴裡慢慢融化 會不自覺偷偷微笑 而危險海鹽讓醬汁更加有韻味 這樣胖多多的舒服 是不是讓你有吃到 鬆軟綿密雲朵般的錯覺呢 好吃 但是我滿想問你 就是說你點一個這個 蛋包飯 對啊 的意義是什麼 它的蛋包飯有什麼特別之處 它的鹹食也很好吃 真的喔 你吃嘛 你吃就知道 我吃喔 這裡面 這蛋裡面包得是舒服的耶 很寬的 超酷的 而且他們有個可愛的名字叫做 鹹蕾 鹹蕾 它外面就是蛋包飯 然後裡面也包那個舒服雷 一樣是舒服雷喔 你剛剛說什麼 這個假日沒有在賣 沒有 平日限定 它這邊有很多限定款 譬如說假日才有 或是平日才有 或是季節限定的 然後它這一款超奇妙 它是只有 平日限定好妙 沒有要做假日限 因為它假日限 想說我根本做不來了 你不要給我來吃 因為其實甜跟鹹的做法 完全不一樣 那假日我覺得丹麥一樣 因為它比較忙嘛 然後平日的話 可能會有點時間去 因為它這個雞腿還要接 它真的是雞腿耶 真的 對 來啊 吃吃看 它就是那個蛋包飯的 那個蛋包裡面沒有飯 可是它把蛋 那個蘇芙蕾其實在蛋包裡面 那種濃郁的那個 真的 半生不熟的蛋 我本來沒有太期待 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鹹味點綴得好好喔 因為它的蘇芙蕾本體 還是有一點點甜的 一點點甜 但是那個蛋包這樣包覆著 因為它是厚蛋包有沒有 所以蛋有自己的甜 再加上蘇芙蕾本身的甜 很好吃 口感很棒耶 它的鹹我覺得應該也是海鹽 是不規則不均勻的撒斯分布 所以你在咀嚼的時候呢 你突然吃到某一塊 然後那個淡淡的鹹味這樣飄出來 好喜歡那種感覺啊 出其不易感 鹹蕾很好吃啊 這個太酷了啦 那甜蕾好吃嗎 甜蕾也好吃 甜蕾也好吃 這個還是要吃人家這個 要 要吃雞腿好不好 好厚喔 太厚了吧 哇 長這個雞腿要怎麼吃 好吃啦 它吃很多耶 超多吃 它有一些狗在裡面 它只用做了一些簡單的調味 一點點 炒上點芝麻 然後完全是那種烤的烤的香氣 外層的皮超脆 你看 裡面的雞肉 還有一點點小紅 這種不是不熟喔 這種不是不熟 這種熟度是最剛好 雞吃非常的多 很嫩 你看 還看得到雞吃 然後那個芝麻脆脆的很棒 我非常推薦它的外皮 它那個外衣好脆好脆 然後你看它旁邊的配菜 都是給一些那種很健康 食物的圓形有沒有 還有水果圓形 就是沙拉 它是有在關係你的那個 健康 身體的均衡 所以我真的要再提醒一下 這個 我沒有講錯平日的 假日美 對… 假日美 巧克力千層冰心泡芙 極品美味 好吃到你會哭 沒看過這麼大顆的泡芙啦 你知道我們節目 也是有女性觀眾 女生真的喜歡吃甜點 那我不多找一點甜點店 就是介紹給大家的話 我是為了節目好喔 但是你一點點私心都沒有嗎 沒有 一點點都沒有 沒有 一點點… 你就一點點真的很一點點 是嘛 那種一點點 不管你的私心有多重 我都沒意見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包餡 一定要皮包餡 好吧 皮包餡是不是 浩福是皮包餡吧 是 可以 乳酪捲也是皮包餡吧 鮮乳捲 OK喔 也可以 可以吧 我沒意見 沒意見吧 是 因為我剛剛吃了50個水餃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飽 吃點甜的 OK啦 又到了小姐姐的自肥時間 不過這家甜點店 可不只在山峽地區有名 他們是以網購幾家出名 才開實體店面 用天然的頂級食材 手工製作 讓人有幸福感的甜點 更是報紙評比蛋糕的常勝君 還等什麼 趕快來吃吃他們的包餡甜點囉 它根本就不是泡芙了吧 它是起酥 跟肉鬆起酥的那個起酥 它是… 真的耶 來… 起酥麵包的那種感覺耶 真的 你自己看它 這個很大吧 它就是我們一般吃 起酥肉鬆麵包的起酥 對 但是它上面 又有泡芙的樣子 對…而且你可以… 它有重量嗎 你拿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沉沉的 有喔 沉沉的 有 沉沉的 是有沉沉 對 滿重的 滿重的… 滿重的 對 因為它應該是有冰在冷凍處過 對 它是冰鎮 對 它是冰鎮的 所以最後一家 就是要放甜甜才會開心啊 好 吃 你嘴巴好像可以調 會有時候大 就是一道甜甜變很大耶 它裡面是巧克力冰淇淋耶 超級爽的 我期待… 我期待… 不要 你不要唱歌 我唱就好 你的Keeper還是我的唱 有一天我能回來 我沒錯吧 不要再唱張雨昇的歌 趕快講 它裡面的冰心 然後外面的皮 對 外面的皮其實就是 它不是我一般認識的泡芙 它真的就是比較像是 起酥麵包那種起酥冰 可是因為它有冰鎮過 所以它又變得就是 更酥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它的非常夠意思 是它裡面的冰淇 我給你超大一球的 真的耶 就從這邊 然後就是我現在能摸到 它又在下面這邊 就是幾乎就是滿滿的冰淇淋 罐滿的冰淇淋 整個罐超滿 還有巧克力顆粒 所以你吃到的 不只是巧克力冰淇淋 你在咀嚼之中 因為那個巧克力顆粒嘛 慢慢慢慢再把巧克力的味道 散發得更濃郁一點點 你可以再講10分鐘喔 你可以講100分鐘我猜 換你 你要練習講甜點啊 你不是愛巧克力 我愛巧克力 咬下去之後那個千層的酥 就會咬下去之後 碰到了巧克力 巧克力不甜 它巧克力非常的濃厚 那個巧克力是非常厚實的 厚 你看我看 它真的很厚實 這一件這個真的很厲害 新北市十大半熊禮 它是十大半熊禮 對 好厲害喔 巧克力千層冰心泡芙 真的太好吃了 裡面夾的是純手工卡士達餡 冷凍過的口感 就像冰淇淋 但吃起來更清爽 難怪你們會誤會 而且老闆不惜重本 用了比利時72%的高純度巧克力 濃郁香醇苦甜不膩 搭配特別鬆酥的千層餅皮 好吃到每一種口味都想來一個啦 鮮乳捲 對 鮮乳捲 也是他們店的招牌之一 也是符合我們的主題 鮮乳捲 包著裡面鮮 包餡 包餡 包餡了 包料了 包料了 不要一道鮮乳捲 對 它奶油用得很好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奶油的人 是 你很愛奶油 所以你會刮下來吃的那一種 對 你吃起來就是知道 它跟一般奶油一樣 它不是那種非常綿密 可是它比較有濕潤度 濕潤度 對 然後比較細緻 對 而且好的奶油它不會很膩 不會很膩 它不會很膩 它那個奶味就很香 其實說真的奶油 男生可能會接受度 比較不那麼高 對啊 男生沒有那麼愛奶油 它濃濃的奶香耶 而且它海綿蛋糕 好好吃喔 因為它奶油是微甜的 然後它的蛋糕甜一點 比奶油甜一點 對 所以兩人的甜 不會甜打甜 它整個蛋糕的甜味 比較像是海綿蛋糕 發出來的 不是奶油 對… 它海綿蛋糕我覺得很 吃起來很細緻 然後麵包的香 就是蛋糕的香氣很足 然後外面那一層那個 就是這一層皮 我們講對 這一層深色的皮 那個的甜味又更燒 稍重一點 可是它就這樣子燒種的甜 漸層下來 漸層下來 然後最後奶油很濕潤 這樣混合在一起 這整個蛋糕 很好吃耶 女生的蛋糕不會吃很快 你知道我們要是 這樣吃蛋糕的話 切一口 我們是這樣子 這樣子小小個這樣子吃的 難怪妳剛剛那時候太大塊耶 對啊 是這樣子小小的 因為蛋糕很貴耶 所以我靠近 慢慢切著 切著一點點吃 難怪每次有妳發起的主題 鹹點基本上都要兩家 一定跳啊 我要把製作在那邊吃狂啊 既然是花製作費的話 那再介紹一下 他們的招牌蛋糕 無限乳酪 用紐西蘭的頂級乳酪 和日本北海道乳酪 調出黃金比例 底層的餅乾 是自製的牛奶酥餅 沒有加一滴水的乳酪 綿密到入口即化 和紮實的餅乾底完美結合 實在太邪惡太邪惡了 建議大家不要隨便嘗試 因為一旦吃了就會戒不掉 謝謝 幹嘛 妳幹嘛 妳幹嘛當我 剛剛不是吃那麼多 好痛喔 怎麼買那麼多幹嘛 因為 因為我有很多人情要還 我要拿回去送很多人的啊 奇怪耶 好啦 那我現在啦 妳買的OK... 先生先生 今天要刷卡還是要負線 什麼刷卡還是負線 剛剛小姐帶走了 八條鮮乳捲 四十個泡芙 八條鮮乳捲 四十個泡芙 是 那妳找要拿啊 沒有喔 他說先生要負喔 多少錢 足夠 大概 嗯... 刷卡好了 刷卡 我刷卡是不是 對 我一定要刷卡嗎 嗯 好 我刷卡 明明他買為什麼我要刷卡 給他 刷卡